两岸关系最新发展 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号称是史上规模最大的 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 Rimpact 目前正在美国夏威夷周边海域展开 总共有26个国家的42艘军舰和潜艇 170架飞机 来自9个国家的地面部队 共约25000名军人 参加这一场长达37天的跨国演习 其中除了美国海军第一次派出号称 幽灵舰队的无人军舰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盟友 也是精锐进出 尽管美国国会2021年底 曾经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 建议五角大楼邀请台湾参加 环太平洋军演 拜登总统也签署了该项法案 但是台湾最后还是未能说要参加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 帕帕洛上将说 今年未能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 是考量到敏感的政治环境 但一旦台海爆发冲突 他自己和所有美国的军人和盟友 都会做好准备应对 因为根据台湾关系法 美国有责任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那么究竟2022环太平洋军演 有哪些重要的看点 演习的目的究竟是不是剑指中国 并未可能的解放军攻台进行大练兵 台湾又何时才能够实际参与 这项两年一度的重要军事演习呢 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 特别为您专访 从2000年开始 曾经七次到夏威夷实地采访 环太平洋军演的军情与航空杂志的主编 是夏威主编来到我们节目中 分享他的第一手的观察和分析 施主编欢迎您 好 主持人好 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好的 当然施主编 首先就要请问您 是从2000年开始 总共七次实地得到 夏威夷采访这个环太平洋军演 您怎么观察 今年的这个Rimpact 号称是史上规模最大 您的观察是什么 规模最大 我还真的不这么觉得 但当然要是说参与国最多 毫无疑问的 今年大家是打破了过去历年来的记录 参与国的确最多 为什么我不敢说它的规模最大 因为其实在1996年的环太平洋演习 那一次环太平洋演习 美国动用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两个航空母舰 一个是小英号战斗群 一个是独立号战斗群 独立号那个时候还是航空母舰 刚打完参加过台海飞弹危机的 所以那一年的环太平洋演习 其实我个人才认为 那规模真的非常大 因为两个航空母舰 加起来就是两个舰载机连队 以及它周边的部署舰队 加总上去 两个航空母舰大概就一万两千多人 然后各个附加部队加上去 你说它的海上舰艇的数量 参与了战机的数量 以及当时周边国家 特别是美国重要核心的盟国 像包含像加拿大澳洲等等 他们其实日本也都有会派军机来参加 所以那次的规模其实严格来讲 才真的是我个人看了这么多的 当然更早的我不知道 但至少我们如果说从过去的 大概二十六七年以来的话 我会觉得那一届 一九九六年那次 显然其实比二零二年 规模更大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今年的参与国的数量达到新高 这也是一个事实 那当然你说二十六个国家 是不是每个国家都派出庞大的兵力 或庞大的舰队来参与 到也不尽然 那有些他可能就是派一个 指挥部层级的人员来参与兵推 或是进行观摩 像我记得我二零一八年 那次来看的时候 当年也把德国列为一个参演国 但是德国就一共派三个人 三个人派来参加缓参演习 我还记得我在福特岛上 有碰到他们 然后就跟他们讲德国话 他们还吓了一跳 怎么搞的会有个东方面孔 来跟他们讲德国话 他很开心 但是OK 在当时他的计算方式 的确也把德国算了进去 一个参演国 但是那次他们真的只有派三个人 但这一次德国派出来的规模 就比上次规模大得多 他们派了一些陆战队的人员等等 有实际的参与一些训练 跟过去那次三个人来 等于完全是观察的角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怎么看今年的亮点呢 看来这个今年海 美国海军派出这个幽灵舰队 好像大家比较关注一个亮点 听听看您的观察 其实环泰 有时候往往他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美国会借由环泰演习 这样一个场景 他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他演习像是 类似像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海军展 等于说美国也会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把他的海军 或者说他的海军部 在发展中的一些概念 或者计划拿出来 在这边跟各个餐饮国做分享 例如说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 有看过他们那时候 有一个新概念的一个水路两栖车 水路两栖登陆车 他那个水路两栖登陆车 也是一个概念 他的那个跟现在我们看到 一般的水路两栖登陆车概念 完全不一样 但是事后他可能就借由环泰量的演习 这个场域中进行展示 然后测试评估他的这样的实用性 那例如这次的幽灵舰队 也就是美军的这个无人船队 其实你说他现在是已经具备了能够作战的规模 我个人认为还差之甚远 但是他会在就是说为美国的这个海军 未来使用无人舰的时候呢 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 大幅的累积相关所需要的一些知识 还有那个资料 因为你要能够让无人舰艇 能够顺利的海上作业的话 资料 因为你要让他本身是要由这种 所谓的人工智慧来操控 那人工智慧 他其实是要借由一些 实际上的一些真实的这个模式 然后去让他面对各种状况的时候 从这些资料库里面找出最相似的 相近的状况 然后去套用跟解决 所以呢 其实无人舰对他现在来说 严格来讲还是在一个概念形成 跟概念验证 而他验证的东西很多 包含这个有人舰跟无人舰 无人舰跟无人舰 整合互动 对整合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其实那当然他这样的一个整合 拿来环太平洋也有 就是说展示给所有参演同盟国 看的这样一个味道 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美国现在具备这样一个技术 那如果未来跟美国成为盟国 那在海上如果碰到无人舰队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无人舰队能做什么 然后或者说他的能力能量 或者说是未来他的想法或概念 他会藉由这样的演习 去跟盟国某种程度来讲 就很像是军事技术 或军事科技的展示的这样的味道 那么除了美军的这个第一次派出幽灵舰 受到大家瞩目之外 在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盟友的部分 听说这次也是精锐进出 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观察的量 其实他们这次有很多 美日印澳这边 很多是第一次派来的这样一个装备 例如像日本派出的初云舰 因为初云舰本身刚经过这个F35B的起降的加改装 当然大家会说他可能只经过第一段时间加改装 因为他现在只有把整个飞行甲板 那个夹铺跟夹后 然后做了一些F35B起降的时候必要的这样的改装 但实际上他的舰手还是维持原先 他作为这个直升机护卫舰的这样一个飞行甲板 这个前端的这样的形状 就有点类似像一个T型 有点像一个类似像T型的这样一个形状的 这样一个前舰身舰手的飞行甲板 未来他们可能要在这边两边再加宽 让它能够成为跟美国的两栖攻击舰一样 能够完全成为一个类似像长帮河 就火柴盒状的这样一个飞行甲板的外形 因为他现在有点像是火柴盒 但是前面变成缩减 等于说最前面一小段 有点像一个T型的这样子 他做一些缩减 但是像这一次来讲 不管怎么说 初云号是第一次来参加环太平洋联系 另外日本他们自己本身 为了替换他们的P-3反潜巡逻机 海上自卫队 就日本的航空工业 自己开发了一款叫P-1的海上巡逻机 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到环太平洋联系 之前我看过这个飞机是在法国的巴黎 巴黎航空展看过 因为其实因为法国德国等等 这些国家很多他们的海上巡逻机 也已经到了使用的受限 美国的P-8反潜巡逻机性能非常优异 但是它本身我会觉得 由于P-8本身的科技跟能力 是可能超过很多想要买的国家 这样一个能力跟需求 所以日本开发P-1性能也相当的优异 但相对来说它可能不会到像P-8 那么高的这样一个作业能力的等级 可能稍微低点 但是却可以适合类似像霸国 德国这些国家需求 所以我反而在巴黎航空展就看过这个飞机 它也是第一次来到环太平洋联系 那像韩国当然在他们已经 越新的总统上台以后 在外交政策上来讲 其实相对来说是跟美国更接近 所以他们这次其实派了 严格来讲也算是一个蛮大规模的 这样一个舰体图 应该是史上最大的 应该可以这么说 他们派了他们的就是KDX-3 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神盾驱逐舰 另外还加上马罗岛号的两栖舰艇 以及他们还派了一艘潜艇 所以他们的规模不能算小 其实甚至于大家会说 因为日本就是派了两艘船 跟一架海洋巡逻机 所以感觉韩国的两艘军舰 加上一艘的潜舰 感觉规模上来讲 好像会比韩国要更大 比日本更大 对那像当然其他的这些国家 当然大部分来的都是一些 过去已经出现过的这些装备 但是整体来说 这些国家今年在 这一届的环太平洋联系 我个人觉得还是 非常的竭力的能够来参加 能够等于说在美国现在 经营的这样一个印太大联盟底下 去寻找各自在美国这样一个 经营的印太大联盟的角色之中 去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 那当然是主编 我们今天跟你做的专访 是因为您这个从2000年开始 七次实际参与这个 环太平洋的军演的采访 这个记录不小 是不是有人能出其右 不过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么多次实际的去观察 这个环太平洋的军演 哪些参演的这个 最令您印象深刻 或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小故事 可以跟我们做分享的 比如说这个环太平洋演习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演习 如果要做一个比较深入 且清楚的介绍的话 今天演习的演习 你一定会马上最想知道 是这个演习本身的想定 对不对 它的scenario 英文的scenario 它的scenario是什么 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深究了 环太的这个scenario 我觉得很多可能 镜头前或荧幕前的 这些观众朋友可能要失望 因为其实环太演习的 这样一个他整体的演习想定 他是想定 他其实都是完全这种虚拟的国家 他其实跟我们看到上个月 上个月在关岛周边海域举行的 大概为期两周勇敢之盾不一样 勇敢之盾的演习 是美国海军自己的海空联合训练演习 他过去是 就是西太平洋海空延续 在那个冲绳周边举行的 但是大概从2006年 07年开始 他把移植到关岛 而且呢 他会随着当时的这个情况 变得有点类似不定期举办 但这几年比较固定了 就是一定每两年会办一次 那像今年来说 他今年的规模 又是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 林肯号跟 常驻西太的雷根号 航空母舰打击群 还外加上美国现在最新的 就是那个迪利波里号 这个两栖突击舰 然后而且呢 这一次的那个迪利波里号 上面是载了20架 F35B的这个迪利波里号 等于有点像是 有名称 有媒体命 那个把它称为叫闪电航舰 其实它本身是一个 我觉得算是一个中型航舰的 这样一个概念 等于说你看像这样一个演习的规模 其实严格来讲 我甚至觉得跟这一次的 环台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因为美国反而对那个演习 它非常的这个低调 那我们刚刚回头来讲 它的这个想定 它其实我刚刚讲 勇敢之论有很清楚的想定 如果你不想定 它知道它的演习电子地图的话 你会吓一跳 真的是非常清楚的想定 就是针对这个 不一定 不一定是大家认为的那个 也有可能是这个韩国的最头 最头大的这个东西 也有可能 然后呢 那个我刚刚要讲 但是在环台里面 它会设定 它可能利用欧福岛周边的地图 它就虚拟两个 或两到三个 或四到五个 那个岛国 而且这几个岛 就是不存在世界上 实际的地图之中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 比如它会以这个 加为几个岛屿作为基础 但是它可能你会看到 这个大岛长大了一大块 然后呢 那个什么考爱岛 也往这个西边长大了一大块 欧湖岛可能跟旁边岛连在一起 这样它呢 是把这些岛设定为 这个太平洋中 有一个富庶 且民主 然后呢 这个但是军事力量不强的这个A国 然后呢 旁边有一个这个强大 然后这个集权统治 然后但那个不富有 但是呢 它的这个军力非常强的 这个B国 那可能中间还有些其他中立国 那这个B国呢 就基于A国的这个财产 那个财库 然后就把它吃掉 那最重要的这个想定出来了 美国成联合国安理会命 组织多国联军 要把B国赶出A国 所以其实你看 这个想定其实 就代表了 它其实现在 不见得会真正的存在在 这个太平洋地区 真正发生的一个限制状况 对不对 但是呢 它会藉由这样一个基础 这样一个想定的基础 去进行各种战术的这个科目的点链 所以也就是说 好我记得另外 美国有一个这个媒体啊 防卫新闻 他有一个记者 那个Megan Eckstein 他以前其实在那个Navy Institute 他这次就写了这个一个新闻稿 他说他说其实他个人看环太 他会觉得是不针对中国大陆 但是呢所有的科目都针对中国大陆 他这样讲解释其实不能算错的 也就是说他其实因为你看 因为现在毕竟 那个太平洋两边这两个大国 中国大陆跟美国 那其实如果说今天两边是在处于一个战略禁足关系上的话 那当然美国所有的军事演练都是朝着 这个大陆有可能的这种方式来做这个运用跟演练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嘛 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真正很清楚的回到环太演习的想定的话 其实他并不包括 其实并真的是并不是一个所谓的 跟这个大家认为 或说我们讲的脑补出的那个西太平洋的某大陆型大国之间 做军事充斥 对 就刚才那个是主编所讲的这个实际 因为您实际参与采访嘛 对环太的这个想定可能就是不是那比较模糊 但是大家的就像您说 大家一般对这个环太平洋稍有一点点了解的 感觉上好像觉得这个可以追溯到之前这个冷战时期的历史 一开始是针对苏联 苏联结体之后 假想定当然就变成好像是这个中共解放军 这是大家一般的这个想象 不过我们再回 您认为是脑补 不过您也说这个项目是针对这个解放军的嘛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回顾这个Rimpact的历史 它中间刚讲到一开始针对苏联 那么后来其实解放军的角色很有意思 它曾经被邀请要去观摩 后来也实际参演了 后来又被这个踢出去 这一段跟我们也详细的谈一下好吗 好 其实我跟你讲之前甚至于还有一个参演国 大家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很 surprise 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2012年还来参加过 也曾经参演 对也参加过了 对 然后2014其实俄罗斯也受邀了 但是后来因为俄罗斯 那当时已经收回了克里米亚嘛 对不对 所以在当时来讲 引发了很大的国际 对 很大的纷争 所以当时俄罗斯自然就没有来了 那其实在之前 那中国大陆在随着它的军事力量兴起后 其实它一直很希望能够来到这样的国际演习中 等于说 而且呢 其实在过去 特别是我刚刚讲的欧巴马政府时期 基本上对中国大陆的态度是采取一个 那个 Engage 但它这个Engage 我觉得是一种交流之音 为什么呢 2016年那次演习 最后我们的一个采访 是采访当时 明有望 是当时他们的这个海军的一个副部长 一个一位女士 他那时候就想说 因为那时候2016年大陆有获邀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记者又 台湾的同学们又问他说 那未来你们是会不会还继续邀请中国大陆来参加环太平衡演习 他说会的 他说因为各这样的交流 有交流才能够促成 彼此的了解 那彼此了解之后呢 才有可能降低各种因误会而产生的误判 对 那当然我们讲的是欧巴马政府时期 那后来当然因为18年之后 那个当时这个过去川普政府时代 对大陆的这个策略在2018年非常大的转变 因为其实也跟中国大陆当时他自己本身国内的一些政治形势变化 然后而导致外在对他们的这个态度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当时这个川普政府就收回了已经给中国大陆的这个邀请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那16年之前欧巴马政府他们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借由交流 然后那个来促进了解降低会产生的充足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在第一次实际参加是2014年 还有再来是2016年 14年跟16年那个时候其实两次当然我们看到 如果你对比到台湾当时的这个我们的政府来看的话 2014年那时候是马政府 然后2016年那时候是当时蔡政府已经接掌政权了 那2014年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 大陆的那个军舰啊或什么的 他们虽然说与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不见得能够去参加或怎样 但是至少就是说大家可能在珍珠港或什么地方碰到 你不会感受到那么强的敌意啦 这是事实 你不会感受到那么强的敌意 但是2016年那次的时候 因为那一年也很有意思的 就是除了大陆有来参加之外 那大陆他们自己很多的这个驻美的这个记者 第一美国国防部安排他们从华谱到珍珠港去采访 所以我们那次碰到了包含像人民日报啦 还有泱泱台啊等等那些人都碰到了 很多那些人 都在欢太平洋军演 对搞不好很多那些人你都认识 那些人搞不好你都认识 都齐居一堂两岸 对对对 然后那个像比如说那个人民日报是一个女记者姓石嘛 搞不好你都认识了 对然后那个 那个时候啊 其实你会发现大陆的记者同业跟我们那时候 因为大家比如说因为我们去很多次比较熟 所以那时候像比如说这次也有办 就是军舰开放日 然后有些地方他们场次什么不清楚 我们就就我们来了很多次 我们熟门熟路就给你一些 去哪边集合干嘛干嘛 甚至还带着他们去 因为有些有时候集合地点 并不是在珍珠港这边 我坐你的车我带你过去这样子 那但是呢 那时候你就已经感受到他们大陆的这个官方 就不是那么的客气 我记得在那个当时这个珍珠港大门 那个main gate那边 那时候有一天就是要集合大家去看 那个下午要看军舰 然后那个日本的那个大陆的那个新闻官 其实这次也我们台湾的媒体也有人访问外国 也有人其实也观察到 就是参演国的这些 那个记者媒体 各个参演国的这个自己 他们会派新闻官来照顾他们自己国家的媒体 好像比如日本的韩国 他们都会派出新闻联络官 然后来照顾他们的媒体 所以那次大陆当然也有这个新闻联络官 来照顾大陆的这个媒体 那次就很妙啊 我觉得他们那个新闻联络官 就把大陆的这些统业通集合了 就说待会我们带你们去看哪个船 哪个船呢 然后那个什么 这个日本的那个 因为那时候他们2016年的时候 不是就跟日本搞得很僵吗 对不对 他们说日本的那个军舰不可以去 去也不能报啊 然后那另外待会我们去 而且他就明讲了 待会我们去那个什么 看那个大陆的医疗船还什么 他说这个 方舟好像是方舟 对 有一个和平方舟号医疗船 对对对 然后他说这个港澳台媒体不能去啊 然后你知道 讲了这个港澳台媒体之后 很妙 当时现场这些大陆同业群起而公之 说你们这样 你不是大家都说这个港澳台 是咱们这个同胞吗 一家亲 你这个怎么分歧 这个彼此来了 他们不能去啊 然后大陆的同业在那边讲 然后讲了那个 那个大陆的那个新闻联合 就是把他问到语事了 然后说不行就不行嘛 然后就你知道就 就就很强 然后而且他特别也说 日本军舰不能去 然后对之类的 我那次是让我觉得 印象很深刻的一次了 对 其实也透过施主编实际看到的这些 当年在环太平洋军演当中小故事 对照今日的2022环太军演 可能真的就是换了人间 因为不但是这个 应该是大陆的媒体 刚刚讲到这些人民日报 不可能再去这个受邀采访之外 也不会有出现之前这些 中国大陆军舰或官兵 解放军官兵出现在环太平洋军演的这舞台上 而且我还记得那天 就是那时候 从成员变成了假想敌是这样的吗 某种程度也不见得说 在环太不见得是真的是假想敌 我还真的必须这么说 可是排挤不让他参加 对排挤这是有的 然后而且我记得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那时候在采访的时候 我记得2016年 好像就是那个南海仲裁出来了 对不对 还是我忘了一个什么事 反正就是同样那几天 然后我们大家那时候还在 齐聚在那个珍珠港福特岛的码头边 就看了那时候大陆的那个医疗舰 还有几召船 然后他们要开始准备要出港操演 我们就说 这些船待会是按原定计划 按表操作出去操演 还是就这个起毛之后 就应该五艘船 大家一起全部回航了 就不完了 对那时候也是想到这个 不过当然你说2018年 当然就是那一次其实 第一次把解放军 对那个其实我必须说 从这个场面来看的话 其实是蛮决绝的 就是说你已经邀了人家 又到最后一个说 对不起 不可以来了 那其实对于被收回邀请的那一方来说 其实挺不舒服 而且挺没面子的 所以那年虽然说大陆被收回邀请 但他们还是来了 很妙 就是他们还是来了 对 那他们怎么来呢 18年那一支 18年对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 那个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面看 然后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 那时候开的时候 因为他其实航空母舰作业是在一个 一万平方公里的海面上 然后一直绕一个 类似像那个跑操场那种跑马航线在航行 然后就看到 那个卡尔文森号的右舰外 大概差不多2000多码的位置 有一艘上面有挡好几个圆球的这个船 然后呢 然后大家要拿望远镜看 哎呀 那就是大陆这个天王星级的这个电子情报船嘛 然后他那个位置 情报船 电子情报船 对那他呢 就在那边观察美军航空母舰的这个 呃 全 等于说把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的这个操演 全程全记录 看一下 哎对 那那个位置其实就跟后来 我们看到有一次大陆的那个航空母舰 在南海操演的时候 那个马斯廷号 那个舰长 马斯廷号的舰长 翘脚看 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位置 所以那是其实就是美国跟大陆双方讲好了 那就是说这个 你要来看呢 我就给你看 那你就在那里看 那同样的 美国人在那里看 老共也在那里看 对 这段内幕可能是主编不讲的话 外界也不晓得一位 也不会啦 有上新闻 那是有上新闻 就不参加了呢 感谢您的这个分享 不过真的是回顾这个 环太平洋军演的这个历史 和解放军参演的这个情况 这是从一开始这个观摩参演 还是这个第二大代表 谈到现在被排挤出去 那么今年在环太平洋军演 当然台湾媒体也很关注这个 现在无战争之后 越来越紧张的台海情势 和这个军演的假相比 究竟是不是解放军 所以就问到这个 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 那么下面我们也放一段 这个帕帕罗上将 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究竟是怎么说的 我们也放军了 RIMPAC itself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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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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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